在中国当地时间5月30日当地媒体报道 当局疫情指挥重心发布通告 在该通告中提到 通过广州辖区内机场铁路公路客营站等战场离岁的旅客 不含外地中转旅客 趋平健康玛丽玛 持有72小时内 可算检测阴性证明离岁出省的消息 汽车司程人员 持有72小时内可算检测阴性证明已被查验 通告自2021年5月31日晚 10时起实施 知效日期 另行通知中国的其他省市的相关机构 也纷纷出台 政策限制广州居民入境 这些消息已经被发布 网友们在当地社交平台上的评论档 其中有人说 可以理解为广州封城 还有人提到 不是说现在的疫苗保护力高吗 而且对变异病毒株有效 现在广州出现了变异病毒株 对那些已经注射两剂疫苗的人士 是不是仍然需要进行核酸检测呢 因此小编在中国的政府官网上 查到了有关现有中国疫苗 针对变种病毒株效用的权威回答 一、2020年上半年 有行的早期变异株 中国现有的疫苗是具有保护效果的 二、英国变异株 南非变异株 阿西变异株等 为这几个毒株临床试验数据 调查中和抗体保护数据 以及更为重要的百万人规模的真实世界研究显示 我们国家的灭活疫苗和国外的信使疫苗 对南非变异株 英国变异株 阿西变异株 正有保护效果 三、至于 印度变异株 中国的相关机构正在开展相关研究病数据有关数据 根据以上前文回答 可以理解为 现有中国的相关疫苗对印度变异株无效 而此前广州当局指挥中心通告 截止到5月30日 广州已经发现了20名患者 已经确诊了印度的新冠肺炎变种病毒株 该变种病毒株具有传播速度非常快 传播非常强的特点 如果不能采取机器 迅速疫情防控措施 可能出现大面积的人民群众感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